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个新的剪刀技巧啊 抓拍弦 最基础的抓拍弦技巧呢 非常的简单啊 其实只有四个动作啊 第一个动作 拨响所在和弦的根音 第二个动作啊 用这三根手指啊 同时抓住 一二三弦啊 往上提 注意啊 这三根弦弦的声音 要让它同时发出来啊 一二 第三个动作 拍啊 一二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拍的声音 是怎么拍出来了啊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六根弦弦啊 首先呢 先拍一二三弦 声音不好听啊 三四弦 声音也不好听 五六弦 啊 啊 原来这个声音呢 主要是靠五六弦 拍打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要用大拇指啊 往五六弦上去拍打啊 由于最后一个动作啊 还是一个抓弦的动作啊 所以我们在拍弦的时候啊 就把这三个手指提前放在一二三弦上啊 这样呢 方便第四个动作顺势往上一提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啊 大家注意这个三 本来呢 是用它拍响 但是呢 为了第四个动作 弦接更流畅啊 拍响五六弦的同时啊 这三根手指顺势放在一二三弦上啊 然后第四个动作往上提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练的时候呢 你可以暂时提醒自己啊 拨抓拍抓 拨抓拍抓啊 四个动作 拨抓拍抓 拨抓拍抓 学会的老铁双击加文库啊 下节课咱们来学习一下切音的技巧啊 OK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明天见